事实上宗教文化其实往往都是在地很重要的文化特色 为了让孩子认识自己的故乡从在地庙宇开始 桃园市的教育局就推动国小在地化课程计划 今年是以民俗信仰与庙宇节庆为主题 发展出了13区的在地化课程 学生透过教材和AR实境导览 可以自主学习还能回答问题 与其他学校的学生PK在地尝试 桃园市在地化课程教材发表会 在桃园区景福宫庙城举办 这个计划由清晰国小主办 13区中心学校参与教材的编写和导览实作 在地化课程共有13册 介绍13座信仰中心的历史文化和建筑等 提供学生跨领域学习 教育局特别从传统的乡土教材出发 那么特别做了这个结合庙宇 做在地化的课程 用一年的时间做了第一次的 这个初步的这个教材 我们13个庙宇呢 可以讲是都表达了桃园的特色 各行政区学校可以跟着在地化的教材 规划户外教学 也能够使用APP进行远距离的 360度实境体验 我特别喜欢这个APP里面的360度环境图功能 因为这样我们可以仔细去看看 其他庙宇的建筑特色 也不只可以观察到自己的仁海宫 全部的庙宇都可以看 新街国小学生分享仁海宫特殊的双龙柱 邀请大家到现场欣赏 在地化的课程提供了线上资源 导入了AR数位智慧学习 可以运用APP行动导览学习任务 学生登入后还能够回答问题 与其他学生比比看谁是在地达人 在疫情期间不必到现场 也能够胜利其境 培养孩子们的在地认同